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女儿有一个部落格 然后我有空的时候就会去看一看 前几天我看见了一张她放上部落格的照片 就在我家门口 就是这一张 我们家的门牌看得一清二楚 我还发现照片上有地理标志的资料 就是最近流行的GeoTag 这代表任何人看到这张照片 都可以随着地理标志找到我们 而且还有门牌号码 如果是朋友还没关系 是坏人怎么办 所以那天我训了她一顿 因为她公开了我们的家 这是很严重的 我也接机会教她如何避免 再次犯下如此危险的错误 谢谢 时代变了 现在的年轻人所有生活内外的事情 都在网络上公开 而且能看见的人并不受限制 所以对于上传照片 要不要发布上网 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 因为你一旦发布了 就收不回来了 如果你肯定发布后不会后悔 那就继续发布吧 哪怕是五年 十年 你都不会被她影响 但是如果你不肯定的话 那你就应该跟着自己的直觉走 好好的把照片留在自己的身边 另外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我们刚退伍的男生 都喜欢把自己再次重逢的身份证 拍照 然后以全世界分享 但是一些犯罪集团 是可能搜去身份证号码 以当事人的名义在外面犯罪 被逮捕时则是当事人 所以大家分享照片时 必须确保照片没有机密资料 否则会很麻烦 Joday允许任何人点入之后 明确地知道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这样子的话 想找你的人就很容易地找到你 可是这未必是件好事 如果地理标志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那就把它关掉吧 分享照片时 你也必须考虑到照片里的其他朋友 会不会被你分享照片这个举动 而被激怒 上传照片分享时 大家也应该注意社交网页的设定 是否根据你的要求 因为照片 你可能只希望某一些人能看见 而不是所有的人 调整了这隐私设定后 你的照片只有你分享看见的朋友 才看得见 我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的女儿 这几天好像慢慢地体会到 在网路上分享照片的优缺点 可是我看着她今天上传的照片 怎么就觉得她好像还是听不太懂 别忘了收看 我的宝贝机密旨在都会台 宝贝宝拉拉拉拉拉 MING PAO TORONTO 这是单优缺点的 不能通缺点的